精密作业劳工是机能保护设施标准 修正日期 民国85年7月3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标准一劳工安全卫生法第五条及第十一条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精密作业之有关事业 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精密作业 细指雇主使劳工从事左列凝视作业 且每日凝视作业时间合计在2小时以上者 1.小型收发机用天线及信号偶合器等支线 近在0.16毫米以下非自动绕线机支线圈绕线 2.精密零件支切销 加工 亮色 组合 检视 3.钟 表 珠宝之箱制 组合 修理 4.制图 印刷之绘制及文字 图案之校对 5.纺织之穿针 6.织物之瑕疵检验 红纸 刺绣 7.自动或半自动瓶装药品 饮料 酒类等支服油物检查 8.以放大镜或显微镜从事记忆盘 半导体 机体电路原件 光纤等支检验 判片 制造 组合 融解 9.电脑或电视影像显示器之操作或检视 10.以放大镜或显微镜从事组织培养 维生物 细胞 矿物等支检验或盼片 11.记忆盘制造过程中 从事磁蕊之穿线 检视 修理 12.印刷电路板上以人工插件 判接 检视 修补 13.从事硬式磁碟片 铝机板 抛光后之检视 14.隐形眼镜之抛光 切削镜片后之检视 15.征度镜片等物品之检视 第四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精密作业时 应依其作业时既需要施与适当之照明 除从事第三条第八款至第十一款之作业时 其照明的着检外 其作业台面局部照明不得低于一千米烛光 第五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第三条 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规定之作业时 作业台面不得产生反射耀眼光线 其彩色并应与处理物件有较加对比之颜色 第六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第三条 第六款 第七款规定之作业 如采用发光背景时 应使光度均匀 第七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精密作业时 其工作台面照明与其半径一公尺以内接临地区照明之比率不得低于1比5分之一 与临近地区照明之比率不得低于1比20分之一 第八条 雇主采用辅助局部照明时 因使劳工眼睛与光源之连线和眼睛与注视工作点之连线索成之角度 在30度以上 如在30度以内应设置适当之遮光装置 不得产生炫目之大面积光源 第九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精密作业时 应缩短工作时间 于连续作业2小时 给予作业劳工至少15分钟之休息 第十条 雇主使劳工从事精密作业时 应注意劳工作业姿态 使其眼球与工作点之距离保持在明示距离约30公分 但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等器具作业者 不在此线 第十一条 雇主应采取指导劳工保护眼睛之必要措施 第十二条 本标准自发布日施行 精密作业劳工时